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遊戲Diablo暗黑破壞神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從小玩到大的 暴雪這家公司也是我們心裡面覺得 至高無上的遊戲公司 不過早已跌下神坦 怎麼說呢 他們本來一直都是做PC遊戲 那PC遊戲始終玩家像我這一種 我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遊戲 所以其實我們心裡面一直都覺得手遊這件事情 就是不是遊戲中很純正的一種流派 所以當暴雪這家公司決定把Diablo的下一代 出在手遊上的時候 在幾年前他們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所有的PC玩家包括我都覺得非常憤怒 你怎麼可以背棄自己的理念到這個程度 然後再加上暴雪這家公司也大概一年前左右吧 爆出了很多性醜聞什麼的 就公司裡面有那一種 像是男大學生宿舍那一種很糟糕的性別文化 所以在裡面的女性同事就常常會覺得不太舒服 因為可能男同事們就探討就聊天直接聊說 開玩笑我昨天上一個什麼妹子什麼三小的 然後女同事就覺得你們要講這種事情 可是反正你知道就是一個非常 我們現在用現在文化的術語來說的話 就是一個很toxic的work environment 很有毒的一個工作環境 所以這家公司有問題 總之可是出了這個Diablo的下一代 叫做immortal 它把它翻成永生不朽 我覺得可以 因為好 這Diablo的immortal這個遊戲的這個名稱 Mortal這個字就是 immortal是可以真的就可以翻譯成不朽的 就不會死掉的東西叫immortal 所以mortal就是會死的 所以我們都是會死的東西 所以mortality就是它的名詞 所以像有的國家會調查說 我們這個國家的那個嬰兒死亡率 因為有的小朋友生出來可能健康不太好啦 然後所以會找妖啦這些的 所以Infant mortality 所以這樣的一個詞 OK一個國家的Infant mortality 要是一個國家Infant mortality比較高的話 表示他們健康 就是他們的這個 醫療環境可能之類就沒有相當好 好所以mortal這個詞就是會死的 會朽的 聽起來怪怪的好 那不朽的immortal 所以能夠來描述一些 例如說詩詞作品或什麼之類的 可以說這是immortal的 然後像我們講說吸血鬼不太會死 他們的年齡可能是 隨便就是以百年來計算 超過百年千年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所以吸血鬼或者一些神 或之類的我們就說他們是immortal 那我們就是mortal 好光是遊戲名稱講那麼久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遊戲的一個 它的review 說真的我看了蠻多的影片 因為我對這個遊戲還是會有興趣的 那很多個影片都說 這遊戲啊糟糕 糟糕的地方在於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就是營運的機制 我們講一個詞money這個詞應該沒問題 它的動詞叫做monetize monetize 那它的名詞又是monetization 怎麼翻譯啊 就是 就是錢的動詞 錢的動詞也不是好翻譯 像我的youtube頻道 我已經開那個廣告 所以大家如果說不小心看了一些廣告 我就可以賺一點錢 所以我就有在monetize我的video monetize我的channel 這樣大概就懂了 所以一個遊戲也可以 我不是也可以是一定要 否則要賺批錢了 因為這種我們知道現在很多遊戲 就是F2 應該是F2P 什麼意思啊 Free to play OK 就你玩是不用錢的 所以F2P的遊戲 Free to play 可是遊戲公司還是得賺錢 所以它裡面就會有那一種 會有一些in-game的micro transaction 我都先講一些詞 in-game就是遊戲中的 micro就是細微的 transaction就是交易 所以很多遊戲裡面會有這種微型交易 例如說30塊買一個什麼寶箱 你要不要每天花30塊買一個什麼寶箱 然後你就可以有個什麼什麼 總是讓你的遊戲體驗會更好一點點 然後你的角色可能更強一點 或這些的 很多網路上的人就已經在批評 Diablo in-game的這些micro transaction 或者它的整個機制很糟糕 據說好像你要把你的角色用到很厲害很厲害的話 得花上好幾萬美金 我沒記得的數字是7萬還是10萬 我都忘了 那很誇張幾百萬 可是去了解很多人玩遊戲 花個幾百萬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 I don't know Anyway 來我們走英文 講了半天 不過有講一些詞 就money monetize這個字 這個字真的現在金石金的越來越常看得到 因為很多人就是必須要 在他們的一些斜槓的經營東西上 需要monetize他的事情 所以這個字 我覺得 在某一年把它當成年度字 大概都不為過 來我們看一下這文章 所以這個 review說了 幾百萬事的手 勞浮雲 任何都在打耳機 我的手上 只有坐下 空間很像 沒手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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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先看完的第一段 当然就看两段也就够了 因为他这个写作方式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他用了非常很不错的一些描述 或者他的种族文法也很好 所以第一句说了 我的手指会痛 因为打了好几小时的这个Diablo Immortal So my fingers would ache 所以 ache这个字应该OK 所以头痛叫headache 肚子痛叫做stomach ache 所以 ache这个字可以 所以手指会痛 因为打了好几小时 For hours after playingDiablo Immortal 打完之后痛了好几小时的意思 So my hands haven't spent this much time curled around my phone this way in years 所以在好几年中 我的手指都已经 我的手指没有做这件事情 已经好多年了 So my hands haven't spent this much time 所以已经好多年没有花这么多时间 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所以在可能在10年前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打手机打成这个样子过 10年可能太久了 对不起 所以anyway 那花钱干嘛呢 Spent this much time curled around my phone 所以你的手指卷在一起 就是curl OK 所以curl这个字就卷起来 还能用在一些其他地方的描述 例如说卷法 也可以是curly hair 好 所以手指卷在你的手机上 所以好多年没有这么做了 那Despite 我看到Despite之后我就知道它一定是两个句子 所以Despite后面一定先加一个 这边先打一下 所以Despite加一个名词之后 逗点加主持动词 这个是一定的结构 跑不掉的 所以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期待 Despite之后我期待我等一下看到逗点 你看有没有 有 就在这里 OK 所以这种anticipation就是你 你对于文法对于剧情够熟悉的话 你就能够去expect这件事情的发生 如果说今天他Despite写完之后来了一个句点的话 你就会非常笃定的说 这个人写错了 OK 好 所以Despite即便 或者虽然 虽然Despite the pain My aging hands suffer During my first days of with immortal 所以这里Despite后面的名词就是这个痛苦 所以虽然有这个痛苦 什么痛苦 就是我的越来越老的手 在suffer的这个痛苦 所以My aging hands 所以age这个词是可以让人动词的就会变老 所以age in hand 正在变老的手 suffer就是蒙受着 蒙受着这个痛苦 在我头几天打这个immortal 所以虽然这样子 都有点好但是 但是 It was worth it for the fun I had 但是 因为我玩得这么开心 所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worth这个字可以 所以这个Series 它的Core Action RPG Smash and Loot Gameplay 这边是它的主持 那Series就是它的连续的系列 所以Diablo现在已经出到不知道第几代 这个算第几代 是四代还是五代 我都忘了 总之每一代我都有玩真的 所以这个Series的 它的核心的 RPG就是角色扮演游戏 可是RPG 角色扮演游戏还有这种Action RPG 也就是说这个角色扮演游戏 是用动作方式来玩的 所以不是那种 像你说勇者斗恶龙就没有动作 勇者斗恶龙就是下指令 或者是像我们讲说太空战士 也是下指令 所以你真的要操作 要打 要跳 要打 要施法术这些的 我们叫做动作RPG 所以它的核心的动作RPG Smash and Loot Gameplay 所以这个是合在一起的形容词 所以它的Gameplay就是它的游戏玩法 它的玩法就打 然后就拿东西 所以按摩坏神就打 然后那个怪就掉宝 那掉宝就拿起来 Smash and Loot 这样 Loot就是去掠夺这样 好 所以它的这个Gameplay Make the Transition wonderfully to Mobile Make the Transition 所以它成功的 它很wonderfully的 把它转移到了手机上来 所以我刚刚说的 它一直以来是PC游戏 它使这个Transition 成功的转到这边来 很棒 Thanks to 多亏了 多亏了什么呢 它的控制是高度有回应性的 也就是说像有的游戏 它会比较laggy一点点 按下去它可能会有一个半秒的delay 半秒是不是太多了 0.几秒的delay 这个delay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游戏不是非常responsive 它会比较laggy一点 所以多亏了它有一个很responsive的control 那这个control就是Design for Portable Play 所以这个control就是被设计来让你可以Portable Play 就是可以边走边玩火这些的 没有一定要坐在电脑前面打 以及Thanks to的第二件事情 所以Thanks to第一件事情是responsive control 第二件事情就是Adherence to the Sides and Sounds of the Franchise 这个Adhere就是遵循一件事情 OK Adhere 下一个词叫做Adhesive 你可能学过Paste或者Glue这样的字 这叫做粘胶 胶水之类的 可是Adhesive也是胶的意思 就胶水粘胶的概念 所以Adhesive既然是粘起来 所以Adhere概念差不多 所以是遵循遵照者 没有偏移主题或之类的 所以第一个刚刚说的就是Responsive Control 第二个就是这个游戏 有忠于它的自我 忠于它原本它的Franchise 它的一个的这种光啊声音啊 的这种我们所熟悉的这些 这些这些习惯的Elements 这样子 所以Thanks to that 它的Adherence to the Sides and Sounds of the Franchise 那我觉得这里真的是 你玩过游戏才知道它特别在哪里 这个所谓的Sides and Sounds 那Diablo就是它有一个背景音乐 就很像那个冰与火之歌的那个背景音乐 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弹一个什么琴这样子 然后你就还有那种 那个中古世纪的那种西洋的那种风味 这样子 我描述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如果玩过游戏 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它那个游戏当年的创举 就是它的那个文字啊 是有一个voiceover把它念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听到 好因为在更以前的游戏 它就只有文字 像说一个老人跟你说 啊我们这个城镇被 被妖魔统治了很多年了 这些的 那以前呢就文字 可是Diablo是第一个游戏 你可以听到它竟然有一个voiceover 把这个念出来 所以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觉得哇这真的太酷了 就它的那个进入感非常的高 就非常immersive的一个感觉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它讲的Sides and Sounds of the Franchise 可以 好那有这么一个mobile facelift comes a free-to-play model 所以with这个comes一个东西 OK 所以呃其实这里要加豆点是加的下去 欸不对 应该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解释一下说 这是一个导撞句 所以是a free-to-play model comes with this mobile lift 所以它其实是个导撞句 OK 好 所以它是把with的介细词片 也放到前面来 然后主持动词颠倒了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个 那什么是facelift facelift是那个拉皮 你知道吗 那就是真的脸上的皮皱皱的 然后拉皮 有没有 好 那可是这个词啊 就可以延伸使用到一些 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整形手术的范围里面 所以今天像我这样说好了 有的游戏我们知道它会重制 有没有 例如说final fantasy第几代 然后他们现在因为有ps5了 所以可以让它的画面更升级啊这些的 所以好像final fantasy太空战士 就有曾经有出过这个重制版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这个称为一个facelift OK 可以理解这个能够去做相比较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不错的analogy 这样大概可以这么说 蛮不错的类比 所以就好像是去拉皮一样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free to play 刚才说过就是不用买游戏 因为以前的那个diablo的前面几代 PC游戏一定是要花钱买的 那that's a one time cost 所以买完之后它就没有后来的东西了 所以以前的游戏是没有那个in game的 刚刚说的microtransaction的系统 in game的market的系统 以前是没有的 那现在全部都是走这个方向的 所以事实上你也可以说blizzard这家公司 暴雪这家公司 它只是与时并进的采取了这样的一个model而已 这个business model 所以怪他好像也不是 也是有点苛求了苛责了一点点 人家想要生活下去 想要营育下去 所以只好像所有的游戏一样 全部采取这样的一个business model 也怪不了他们了 所以这个free play的一个model 就comes with mobile facelift 所以这个mobile的这一个 再强调一下 这像是拉皮一样这个游戏 好 那可是这个东西却是一个 所以这一个关带其实省掉了 so this is a free to play model that most people can avoid spending money on 所以这个model 大部分人其实是可以躲开不要花钱的 我现在抱持怀疑 因为这个游戏在台湾还没上市 我已经官网看过了 好像要6月下旬才 我们台湾区才有办法下载来玩 或者说他到那时候才会汉化 才会中文化可以玩就是了 但是根据我看的review 就是大家都必须 你想要玩的好 你想要玩的厉害 你就得花钱 好 但这里说的是 所以这个人也没客气 他说他有一些 所以他的这个monetization model 有一些特别的parts 使得这个游戏搞得有点blemish 所以blemish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像例如说你脸上的黑斑 或什么这些的 那个就叫做blemish 所以一些imperfection 就是blemish 所以他自己把它用成动词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游戏里面的 这个monetization model的一些部分 blemish了这个游戏 所以让这个游戏搞得有点 所以总之他也是有点责怪他说 你这个赚钱机制不太好 因为我说多一点点 就我看到说他里面 什么最珍贵的一些宝石 什么干嘛的 他那个掉宝几率好像是2000次 才会掉一次还是之类的 很夸张 就你即便花了钱 他的掉宝几率还是很低很低的 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就表示这个游戏的 寿命可能会非常的长 因为你就得必须打了很多很多次 你才有办法慢慢去累积起 直接宝来的 甚至可能有的是花了钱 还是得打很多次才能够拿到的 总之就是能够increase 这个游戏的longevity就是了 longevity就是它的寿命 longevity Anyway This is disappointing 而这个呢是令人觉得失望的 As the game offers an otherwise strong experience 因为 还是大概翻成因为 因为这个游戏 要是你撇开刚刚说的 monetization model不好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仍然是一个很不错的 很强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的reviewer 他都说这个游戏玩起来是好玩的 是很棒的 可是就是它的收钱的机制不太好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词 Otherwise 我实在是很少把这个字拿出来讲 因为这个字如果当成是类似形容词的时候 它就翻译成否则 OK 否则 So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Otherwise 什么什么事会发生 You gotta see the dentist Otherwise You're gonna have some trouble with your 照去照不下去 或者 你得跟你女朋友分手 否则的话你会被她拖垮的 You gotta 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Otherwise she's gonna drag you down Anyway So otherwise有时候翻成否则 可是这里翻成否则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前面说了 它的monetization model有点问题 所以下句才说 This is disappointing Because the game offers an otherwise strong experience 我希望不用翻译给你听 我希望你就了解 Otherwise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要是撇开刚刚不谈的话 这个游戏其实给了你一个strong experience 所以要是撇开什么不谈 我们就可以把Otherwise这个字丢进去 OK 好 好 会不会讲很长 我其实还蛮想再看一段 我们来至少把它念完好不好 OK 多长 靠杯 好像有点长 Shit 来把它念完 反正就很想分享 Immortal 好 看到這裡可以了 我們這段再很快講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說 這個Emoto這一代啊 他感覺就的確是一個 現代的一個Modern的一個Diablo的遊戲 就是在他的主題上 以及在他的美學美觀上 都是很像一個Modern的Diablo game 好 OK 所以Theme這個字主題 Thematically 複詞 Aesthetic 形容詞 Aesthetically 複詞 所以美學上跟主題上 It often reminds me of a great mobile version of Diablo 3 所以他常常會 讓他想起這好像是一個很棒的 就是Diablo 3的一個手機版 OK 事實上沒有出在手機上 他只是說 感覺很像在 把Diablo 3搬到了手機上玩一樣 你可以在6個角色裡面 6個不同的職業裡面 選出其中一個來打 野蠻人啦 巫師啦 或者是 魔物獵人啦 惡魔獵人啦 Necromancer 就是把屍體叫起來的 所以打了一堆怪在地上 然後你就把 那個怪在附和下去 替你打人 Necromancer OK Crusader 大概就 那個十字軍東征聖戰 聖戰士 Crusader OK Crusade Crusade 就是聖戰 或者是僧侶 Monk 和尚 所以你就 需要 找他裡面的寶 所以這邊就 Shards of the Shattered World Stone Shards 這個字就是碎片 打破玻璃 滴上一堆碎片 這個叫做 Shard OK 複數 Shards 所以這個都是 那這玩意兒 這個Shards of the Shattered World Stone 世界之石 碎掉了世界之石的碎片 什麼找口令 好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先前遊戲的一個 Relic Relic就是那個 遺留 古代遺留下來的東西 就Relic OK 好 雖然說它是在 Diablo II 跟Diablo III的故事線中的 20年 但是呢 但是它的這個 故事線 還是是一個 很成熟的 OK The narrative is surprisingly ripe 這個字可以當成成熟 尤其常在講 實際上的成熟 Timing is ripe 或者講說 水果類的成熟 所以 人的成熟大概不會用Ripe這個字 我們大概用Mature這個字 除非你要講的是 成熟到可以發生什麼什麼事了 例如說一個孩子長大 啊 對不起 這有點歪掉 Anyway Lore這個字就可以翻譯成這個故事 Gripping Lore 就是這個故事 扣人心弦 Grip這個字就是抓緊 所以故事能夠抓緊你 所以 The story is ripe with The narrative is ripe with Gripping Lore 好 那後來就講了一下故事 包括了 呃就是在Diablo死掉之後 留下了一個那個 權力的真空 所以這個Power Vacuum這個字 還真的是在 生活中會看得到 像我們講說北韓的領導人死掉的時候 上一代那個叫金什麼三小 我也忘了 那現在是金正恩 但總之上一代那個金什麼三小 死掉的時候 他們就在想說 會不會中間有一個權力轉接的 的一個真空 那可能這個時候會有 軍事強人或什麼之類的會跳出來 然後把金家的權力給拿走 結果沒有 還是金家接下去了 所以總之他 這個Power Vacuum沒有發生了很久 但總之呢 Power Vacuum就可以用在這種政治學上 好 好所以在Diablo死掉跟剛剛這個我講不出來的名字這個叫死掉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Power Vacuum 那就是Skarn 所以這一代的故事就是 味道在這個叫做Skarn的角色上 好 酷 Alright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我們大概沒有時間再多看下去了 但這個文章大概如果你願意讀的話 它總共也不過就是4-5分鐘長 我只是因為要講解所以講了比較久而已 那這個遊戲 有興趣的同學 我們一起來玩吧 我應該是會玩 我絕對不會花錢 因為我是要花500塊5000塊 大概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你的角色增加 能力的 或者是你的角色強度的增加 它是沒有太大屁用的 所以 小課不如不課 這是很多遊戲 其實目前來說是大家可以了解的一個概念 小課不如無課 你要玩的厲害就得大課 可是我就永遠不會是大課的人 我的錢絕對不會花在這種地方 所以 雖然說是個愛玩遊戲的人 但事實上 很多時候玩這種線上遊戲的體驗 還是人家沒有非常好 因為你就會被那種大課長壓著打 這是人生 這沒辦法 算了 OK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